全國人大會議今天上午9時正式開幕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剛等黨和國家領導人 以次步入會場 在前一日被推選為人大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的栗戰書 宣布大會開幕 現在我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開幕 隨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上台做政府工作報告 5年來經濟實力越上新台階 國內生產總值從54萬億元增加到82.7萬億元 年經增長7.5% 占世界經濟體重 從11.4% 提高到15% 在港澳工作部分 李克強在報告中提到 我們要繼續全面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權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 大力發展經濟 大力發展經濟 持續展上名稱 有序推進民主 促進社會和諧 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 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交流合作 我們堅信香港澳門一定能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產人 隨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辰做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 會議結束之後 就報告當中並沒有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提法 是不是意味著對香港自治權的收緊 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范徐麗泰表示 一國兩制的國策 絕對不會因為港獨的出現就有所改變 根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這是國策來的 國策是不會因為香港有什麼人 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 以國策去改變 李克強同時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提到 要繼續觀察對台工作的大事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繼續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絕不容許任何台獨分裂的圖謀和行徑 香港相報記者梁禧然在北京報導 第一名 版本文字是在吉他所要做的 這表明天啊 竟然在北京